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3月25号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最新的国际形势 话说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张了 较早之前欧盟就制裁中国 中国又反制欧盟 却现在的战线就扩大去到欧美的企业了 现在大陆似乎就拿了瑞典的企业H&M出来开刀 H&M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发表过一份声明 同新疆棉是割蓄的 表示出要拒绝再使用新疆所生产的棉花 这一篇的声明在昨天就被共青团的微博 拿了出来翻炒打响了第一枪 在说之前首先就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H&M的那篇声明 其实就不是近日才发表的 而是早在去年10月的时候已经发表了 当时那份声明当中就提到 说他们对于来自民间社会组织的报告 和媒体的报道都深表关注 其中包括了对新疆的少数民族强制劳动 和宗教歧视的指控 他们就强调是不会跟任何位于新疆的服装制造工厂合作 也都不会从新疆地区 去采购任何的产品或者是原材料 大家听到H&M的这份声明 其实他所说的 一早就应该是已经要得罪了大陆 为什么在去年10月至今年3月的这段期间 H&M仍然是可以安然无恙 大陆又没有对他采取任何的行为 很简单 就是因为当时中国和欧盟 谈中欧投资协定 谈到如火如荼 大陆为求和欧盟达成一致的共识 无可奈何的情况下 他也要在不同的范畴 作出多少妥协 当然不少就是对于 那些 欧洲跨国企业 他们所作出的这些声明的一段时间的引扬 如果当时大陆就已经发烂的时候 看怕在去年达成共识的机会 也是不高的 当时大陆有求于欧盟 他就唯有是低声下气引扬一下你 但是现在搞搞一下 都几乎是去到反台 欧洲议会第二大党团都说明了 说叫大陆要撤销对于欧盟的制裁 不然他们就不肯去审议中欧投资协定 上一次那个审议会都取消了 所以大陆现在就是不忍了 共青团中央昨晚在官方微博上 转发了H&M去年发布的声明 他们就批评H&M 说一边造谣抵制新疆棉花 一边又想在中国赚钱 痴心妄想 然后他们有一张图片写着 叫做新疆棉花不吃这一套 他们就很喜欢搞这些文宣 总之就是什么什么不吃这一套 把这个据色不断重复来使用 为什么会选择H&M出来制旗呢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 H&M就是一家瑞典的企业 现在欧盟是要向中国开刀 所以中国也选择了向瑞典的企业 开刀 无非就是要报复欧盟对中国的制裁 但是也都可以反映得出 其实大陆都没有什么派出 因为 在欧盟制裁之后 其实英国 美国和加拿大 分别都对于同一班的 新疆官员和所谓的实体 进行了制裁 但是又不见得到大陆说会对于 英美加作出一些反制 反而就选择了这一家瑞典的企业来制旗 这些其实就是写意取难 以及叫做 此子挑远的吃 因为要反制一个国家 其实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如果纯粹选择一家的跨国企业来开刀 那这个即时效果就会很快见效 好了 现在到底大陆 对于H&M采取了什么措施 其实都相当夸张 似乎就是要倾举国之力 来打击一家的跨国企业 那些官媒 当然不断来对于H&M口诛不伐 不断围剿 这个H&M也成为了众耻之的 好了 这个电商平台 天猫 和京东 就已经将H&M的 货品全数下架 即是再买不到他的货品 大家知道 大陆最流行就是网购 现在你将他的货品下架 就是要断他的财路 另外 和这家H&M品牌 有份合作的艺人 都纷纷割席 不断发表声明 就说和这个H&M的合作关系 已经完结 不会再和他合作 唯恐这一场风波 就会是 烧到这些 这些藝人的身上 好了 官媒又怎样 开行火力 来召唤他 新华社就批评 H&M这种 食饭杂窝的行为 实在 自取其欲 与荒谬 央视 就说 H&M抵制新疆棉花 只会 换来中国 消费者的 自卫 而国防部 新闻局的微信公众号 亦都说 H&M 既无知又傲慢 如此造谣生事 罔顾事实 就不好怪 被中国的消费者 所抛弃 经过了官媒的一番轰炸之后 那些网络小粉红 当然 相当之亢奋 全都冲了血 走上网 纷纷地留言 就说要抵制 H&M 宣布要罢买 诸如此类 其实这些人 就叫做多买鱼 你罢不罢买 你都买不了 对不对 在那些网购平台 都下架了 还买什么 甚至乎有些报道还说 大陆有些地图App 已经把H&M的分店 从地图上撤走了 所以现在似乎真的要 倾尽全国之力 想砌低一家的跨国企业 H&M中国 经过了一日发酵之后 在微博上发表了声明 他们就说 一如既往地 尊重中国的消费者 而集团 没有直接从任何供应商 采购棉花 当然 他就是想为自己的处境 澄清 但是 大陆的小粉红 怎会听得入耳 根本上那些人 已经有如此立场 所以 这篇声明下的留言 大部分都是叫他 不要再在中国做生意 有本事就放弃中国市场 诸如此类 就说这些说话 好了 到底这个事情的 后组发展又怎样 H&M遭到了重大打击以后 陆续就有其他跨国品牌 他们在去年 针对新疆棉的声明 拿出来翻炒 其中一家被人翻炒得最厉害的 就是Nike 这个内克波鞋 为什么有那么多企业 在去年会发表类似的声明 其实就是跟一个叫做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BCI 是有关的 其实这个组织是做什么的呢 他们正正做的一件事就是 进绩审查 就是要看看 到底在不同地区所生产的棉花 他们的生产过程里面 有没有牵涉到 强制劳动等等的东西 好了 这个BCI在去年就认为 在新疆再做进绩审查 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所以就决定了 暂停要在新疆地区 发放BCI棉花的许可证 所以就变了 在去年10月的时候 很多品牌都不再 使用新疆棉了 好了 Nike 当然 他们也是透过BCI 来做棉花的采购协议 所以 就变了他们去年也有发表过这些声明 但是牵涉到BCI的 品牌 就有超过200个 变成了这些品牌 现在就会有一种人人自危的感觉 H&M就拿了出来祭旗 那之后到底是轮到哪一家呢 没有人知道 这些是无定向的 《环球时报》 就在最新的一篇文章当中 提到有几个品牌的名字 包括了是什么呢 就是Burberry 这个是奢侈品的品牌 Adidas 运动的品牌 Nike 和New Balance 又是那些运动品牌 到底下一个到哪个呢 没人知道 但是 有部分的品牌 已经是陆续跪下了 包括大陆的 知名运动品牌 叫做安答 他也是BCI的成员之一 但是他们就强调了 是有采购新疆棉的 直到是很露骨地说出来 另一家日资的品牌 叫做无印良品 他们也是在 网购平台上 专专加新疆棉衫 在商品前面 摆明就是要跟 H&M 这些东西割席 就是要保住自己 在大陆的利益 其实现在这种的情境 对于欧盟和美国来说 都是下了一道难题 究竟他们的反应会是怎样呢 他们会不会对于这些被大陆打击的品牌 作出支援 或者是有些什么的 后续行动 还是纯粹看着他有得他被人打击 如果是有得他被人打击的话 那就大事了 很多品牌一定会陆续跪下 因为他无非做生意 打开门口 他不是求气的 如果欧盟和美国 在面对着现在这个情境的时候 他决定软弱 肯定会导致很多的跨国企业 是会向大陆跪下 所以这个就会视乎 究竟欧盟和美国 在这件事上 对于中国是有几大的决心 好了 接着我们又去看看 到底 大陆的官媒 怎样来到去 吹捧新疆棉花 澎湃新闻就说 新疆棉花 中国自己 都还未够用 作为世界最大的棉花消费国 第二大的棉花生产国 中国 在今年度的棉花产量 大约有595万吨 总需求量有780万吨 每年的缺口有185万吨 我不会质疑这些数据 但这些数据 没什么意义 为什么 因为当那些跨国企业 说要抵制新疆棉花的时候 你那些新疆棉花 自不然就是要被迫 从外贸转到内销 内销的时候就变成了 糖水滚糖鱼 生产这些新疆棉花 无非就是想赚外汇 当新疆棉被抵制的时候 如果是要靠 又扩大内需来 去扑了那批东西 其实是达不到目标的 另外 彭拜新闻又卖花赞花香 就说新疆棉 是长拥棉来的 世界顶级 做衣被很暖的 这些无非就是在搞大内宣 其实就是 对于大陆的小粉红是有意义的 对于真正来去 促进中欧关系 或者是 推动中欧投资协定 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到现在 其实整件事的发展 就不是很明朗 究竟这条战线是会继续扩大下去 还是纯粹找了H&M制期就算了 因为现在H&M就肯定被人吊打 就说要发动一个中国消费者的自卫战 诸如此类 但是这场所谓的消费者自卫战 那条线是会划到去哪里 会不会连nike 波鞋也出事 还是怎样 如果陆续有很多不同的品牌出事 分分钟搞搞搞下就变了锁国 你没理由说 几百个品牌 是牵涉到那个 BCI 机构 你全部都去抵制它 不过 也要说一句 就是 在战狼外交思维主导的时候 真是没有事 是没有可能发生的 好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